禮拜三禮宝 是小孩禮天空 做回来切斗 空派一空 啟水冷忌忌 心凉未透开 后后一家阻转啊 放下去地楼向大海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天气忽然间 台北啦台北啦 跟昨天完全差差非常非常大 然后我的来宾从台南来 你昨天也穿短袖吗 昨天也穿短袖 昨天台南超热 那今天来台北有没有被台语吓到 昨天晚上台北也蛮热的 对 今天早上就变天了 我曾经在做广播的时候 因为讲了一句形容词 竟然被我的听众打电话竟然骂我 我说天气变化很大 请大家小心一点喔 春天黑暴面 结果你知道 旧人就很在意care那个点 就打电话跟我讲说 你不知道现在再婚的人很多吗 为什么春天一定是黑暴面 黑暴是怎样 不要生气 我不是故意的 那不过就是一个邂逅 为什么有人会那么的 好吧我想 我想我必须称赞一下 现在连多元成家都是一个 是不是大家能够包容的议题的 现代社会 所以不要跟春天跟欧布有什么好计较的 好 在脸书上的朋友们 你好呀 广播的听众 真的是大鹅了 好小金今天是带了什么样的目的 什么样的丰富的内容 要来跟大家透过直播 透过渔馆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待会会娓娓到来 因为呢有一个公司叫做 谷粪鱼香 年轻人发起的一个食欲教育的一个小小的组织 组织 人没很多三位娘娘 大家都变漂亮吗 有你这么漂亮吗 都很可愛 很可愛 我妈妈也说 鲜也不用鲜漂亮 看起来有漂亮的人就好 来哦 在脸书上的朋友已经看到小金的 你跟我说 你凭着良心说 摸着你的这一颗心 小金有没有漂亮 漂亮对不对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漂亮 哈哈哈哈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漂亮 但是现在人哪 乌鲁湾嫂子很漂亮 我更开心 因为青猪于蓝而胜于蓝嘛 好 没有关系 我唯一跟小金不一样的 就是输给她的青春 我比较资深 她比较青春美丽 但是人生就是一种传承 不管是阿尔也好 小金也好 我们都好期待 把我的经验传给你 再把小金的经验 可以再传给下一半 比较有趣的是 你这三个朋友 造成的这个公司 我就是说你什么不对 哦 因为我以为说 那个计划是不是写错字了 是不是那个 余箱股份有限公司啊 结果不是 是股份余箱 请问一下解释名词 你帮我说一下 为什么叫做股份余箱啊 对很多人都会搞错 那其实 我们在说股份余箱是没问题 对 虚子的虚啦 乡村的乡啦 但是有什么叫做这个名字呢 股份余箱 其实是因为我们来自台南七股的十份社区 嗯哼 然后水谷就是七谷 是 然后份就是十份 十份 那余箱是因为我们 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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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份社区 那余箱的话 是因为我们是来自台南 台南是最早开始养殖漁业发迹的地方 那我们觉得是养殖漁业的故乡 所以叫股份余箱 那股份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是因为以前在就是开墾余温的时候 渔民它是用河谷的一个制度 合股 对 对 那所以河谷的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大家通力合作 那我们希望股份的这个概念 就是今天虽然我们只有三个人 力量很微薄很小 但是我们跟着在第七股的渔民一起合作 然后带着很多的年轻人来到渔村 那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大家 跟我们一起共同 然后去想想看 台湾的养殖漁业 台湾的渔村 可以有什么样更好的发展 跟不一样的创造力 跟一些实验性的事情可以发生 讲得很好 帮我先鼓励一下 赶快给我按赞 刷赞 然后刷爱心 给我刷一整排给我 来 观众还是有眼光的 所以呢 直播的朋友说 你都没有得罪人 来宾美阿娥有魅力 谢谢 主持人及来宾一样漂亮 这真的是会说话 你告诉我按赞给我刷一排 就给我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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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赞 我告诉你 你不要被小金骗了 小金是辣妹啦 他是混的哦 混哪里 混台南 因为他本来是台北人 对 可是混到台南去 我们都说南部好像没什么工作机会 大家都往北部跑 啊你 踩踩 为什么跟这三个好姐妹们跑到台南去 我们本来 我的儿子哦 嗯 应该说误打误撞 然后大家就越做越觉得很很可以发展下去 然后就觉得比较越来越投入 好 越做越 有的人是越错越勇 啊你是越做越有兴趣 对 我刚刚有问小金说 请问一下你们这三位河谷人 你们都是那个成大毕业是不是 我们以前都是念都市计划 所以很怪啊 都市计划去用鞋子 我刚刚讲养殖的文化 还告诉人家这是什么鱼 这是什么鱼 啊你是看得懂那是什么鱼哦 我只知道年年有鱼 诶 诶十二月了真的要年年有鱼 我三年前也都看不懂 你三年前都看不懂 对 你现在看得有多少 现在对养殖月比较熟悉 诶 他还是不敢讲看懂多少 因为鱼种真的是太多了 我发现就是一踏路之后 发现真的学都学不完 真的 好 这三个城市小姑娘 跑到台南七谷这地方 我想我想以你们的颜值 在当地一定很受欢迎 好像有一点点吃香 是不是 叔叔阿姨 会对我们比较好 大哥大姐会比较友善 这年头 根本都是外贸协会 但是没有关系 也因为是外贸协会 我们就把外贸给他看得清晰一点 嗯 就是鱼这件事情 其实你要问我说 那我们小朋友在学校里面有没有学 有啦 就是看那个冷冰冰的教科书 你这边叫我看一看 就是看一看啊 然后看图说故事啊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 然后再看看说 那里面有什么 我们要认识一下的啊 哦 要不然就是要把它用卡通逗区的方式 给小朋友看得懂 对 可是其实 在我们家里面的餐桌 你究竟看懂了多少呢 在我们家的餐桌 你平常看到的就是那几种 我来玩看看 就问一下亲爱的朋友 脸书的朋友回答我一下 你们家餐桌上会出现什么鱼 我先坦白重宽 嗯 白带鱼 乌拉鱼 乌锅鱼 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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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鱼 嗯 嗯 紅脈脸 白皮鱼 还有什么 各位 我有论什么你想论 这个是我们比较餐桌上会看得到 对 三把鱼 十班 九班 好你补充我 还有什么 乌拉鱼 刚刚讲过了 我刚刚讲过了吗 对 小金头脑很好 我重复等来知道 还有什么鱼啊 我现在一直在想那个鱼滩上面 还有什么鱼 是我最近比较 哦 最近可以多买一些乌鱼 嗯 最近有很多的乌鱼 最近有很多的乌鱼 因为小金头脑都去做乌鱼的那个软 拿去做乌鱼籽了 对 然后哦 我讲到虱目鱼 我自己非常喜欢虱目鱼 但它有两种价格 一个是有刺的 一个是没刺的 嗯 所以刚小金就考了我一个题目 我不知道各位可不回答得出来 诶你来的真的漂亮不得了 画面 画面美赏 新悦目 来宾好可爱 民间发起的食鱼教育也 耶 然后那个爱心就真的给我刷了一整排的心 谢谢大家 你们坏坏 阿尔姐在这里 平常你们都没有刷那么一整排的心给我 我删心 哈 但是我今天也很开心 因为我要来询问一个 刚刚小金问我的问题 小金问我说 阿尔姐你知道虱目鱼有多少鱼刺吗 因为我知道我我平常我都会买那个鱼肚 对 但是老板都会说 这是有刺的 那是没刺的 譬如说很多人对着吃鱼有吃这件事 会过敏 就是觉得 大家很怕被鱼刺哽到 鱼刺哽到真的不要乱处理喔 有的人说吞饭 或者是喝醋 医生都跟你讲说 不肯 拜托的 你去找那个 耳鼻喉科 对 他把你刺口去阿 夹起来 较快 对 因为有时候你越吞越吞 你反而把它越 越 厌进去 厌进去 而且卡得更深 好的 这是妈妈啰嗦的基本教育 与我刚刚要讲的 丝目鱼到底有多少刺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要小心来告诉大家 姐姐姐姐 小姐姐请问一下 丝目鱼有多少刺 丝目鱼有222根刺 那其实是大概200多根刺 非常非常多 那丝目鱼其实最大的特色 是除了它的刺很多之外 它的刺还会分叉 对 就跟我们那个头发发尾分叉一样 就分叉的歪字形 它不是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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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它有歪字形 就是丝目鱼很喜欢 所以丝目鱼很喜欢说叶叶叶啦 对 OK 那刚好我们的绘本上面有一个它分切 就是丝目鱼把它变成无刺的这个步骤 想说也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小金姐姐告诉大家 对 丝目鱼有220多根刺 然后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它的刺还会分叉 对 像是我们的丝目鱼 来你跟我说 我现在要看到尾 可以先从这边开始看 好你用手笔 对 丝目鱼因为它的刺很多 所以它的那个分切就会做的比较细致 是 那它就会把它分切成不同的部位 那大家就会常吃到有鱼头 它就先从鱼头切开之后 然后之后它会陷鱼头 它就会拿圆肚鱼刀 对 然后顺着那个侧线 然后再切到就是 就是伸直孔的部分 然后呢切出鱼肚 那这个时候就会把刺修掉 所以大家就有好吃的鱼肚可以吃 那丝目鱼肚最美味就是它这块黑色的油脂 清蒸的 对 用香煎的也很好吃 香煎的 不然就是我用麻油煮的 说要流水冷啊 好好好 再来说说 那切完鱼肚之后呢 它的那个可以拔下 它从它的鱼的身上 可以拔下它的鱼肠 对这边是有鱼肠 然后 对然后呢 然后呢 有人家收集起来另外再运用吗 有啊有啊 我们在台南部可能比较多 北部比较少 因为要比较新鲜 然后又要有让它的鱼肠可以 它又要有 因为鱼肠里面都装 对 什么 塞 好所以呢 其实师母要吃之前 小菁你这样不行 不好听的 你都害姐姐讲出来 挖坑给我跳 好好啦 那个鱼肠里面都装什么 塞 对 好但是呢 我们师母鱼肠为什么可以吃 就是因为 我们在收成之前 它的 比如说我们凌晨要收成 那我们的前一天下午 我们要 叫 消肚 消肚 就是消肚子 不是肚子的肚子 是消肚子的肚子 对 好那这个是什么过程 是要让湿木鱼经受到惊吓 那受到惊吓 那受到惊吓 它就会 受惊了 然后怎样 就刷晒 就刷晒 对 让它把晒刷干净喔 对那我们的鱼肠就干净 所以凌晨收起来的湿木鱼 它的鱼肠干净之后 我们就可以分切处理 然后把它 就是用出来吃 对 其实这个我可以体会 你知道我有生过小孩 你还没结婚不知道 像我们要生小孩的时候 也很害怕 我们就会知道 所以医生有时候 先把妈妈带进去灌肠 真的喔 我感觉 你知道大自然很奇妙 这是一个差不多共同的逻辑 有没有 比较干净啊 对 因为那里的鱼肠也干净啊 小孩出来也不会 整个全塞面啊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塞呢 好 来我们再来比赛 比赛什么 比赛大家对鱼到底 有多少的了解 因为 我相信你们当初 就是一个傻傻的冲敬 和学姐 然后几个人就凑在一起 三个人就弄这个公司啦 像我一个人 又没那个勇敢 我就要有经纪人帮我帮忙 然后你有这样大的勇气 可以去做一个 从台北都市小孩 跑到台南去 在旗鼓 和这一群有共同志向的朋友 做了这些 那我想知道 你想要做的教育 涵盖了哪些层面 是你想要做的呢 是你们想要做的呢 其实你们各位 你们在看直播的时候 你要给我刷 那个爱心一整排喔 好 哈哈哈 来请说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推行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因为我们是从渔村切入 我们进到七谷 那所以是跟在地的国小去合作 叫七谷建功国小 那那时候就发现 跟校长讨论的时候 发现好多小朋友 他们家其实有养鱼 但结果小朋友 没有跟家里的这个产业有所连结 就发现 好像他知道 问他说你们家在做什么 他说我们家养鱼 然后我再问说 那你们家养什么鱼 他就不知道 不知道 或请问妈妈 讲了三遍回来 还是又忘记 所以我们其实在做第一件事情 是到渔村的小学 然后去让他们的小朋友 认识自己家乡的产业 那但到了第二年之后 我们在发展比较完整之后 我们就希望说 除了让自己家乡的小朋友认识之外 一般大众也可以认识 台湾的养殖的鱼种 了解 那所以我们就透过 举办一些体验的活动 对那像是文革体验游程 让大家去摸蛤蟆 或者是虱目鱼的游程 然后让大家去钓虱目鱼 我教你怎么样处理分切 是 那透过这些方式 让大家更亲近产地认识渔民 对 然后让大家了解 我们平常在吃的到底是什么鱼 OK 对 文革这件事情 我们有一句俗语 常常讲你知道 你知道是什么吗 蒙拉减水口 一减二口 蒙拉减水口 那我们是蒙蛤蟆 蒙蛤蟆 蛤蟆摸起来的时候 待会有人说 哦这里面学问很大 因为小静友先传影片给我看 我就发现说 蛤蟆原来是这样吃的 那你在教他们 在上课的时候 问小朋友说 你知道蛤蟆在水里面是怎么站的吗 我 又问倒我了 我还不知道蛤蟆 就没有想过这问题 对不对 他不是拿到吗 他是站的哦 他算是有点立着 然后立在土里面 所以他是在土下面的 他是藏在下面 藏在下面的 然后我就透过影片 诶我也长知识了 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看 我们如果肉眼看到那个水里面 然后有一坨一坨黑黑的 那是什么 那竟然是龙虚菜 对海龙虚菜 海龙虚菜 海龙虚菜 其实还可以做另外的料理 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我要说的是 海龙虚菜 把他抗掉的时候 文革竟然会变成被闷死 哦对 因为文革它是吃小型的藻类 霸型的藻类 会覆盖在文革身上 文革就会 好像海龙虚菜又比较黑 这个小朋友是他在摸蛤蟆 摸蛤蟆 他就很开心 然后他就笑到 爱去掉下去了 他是一个 海龙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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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跟台湾妈妈 带着小朋友一起来 这边学习 不认得了 混血儿 真的想分享一个蛤蟆的小故事 就当初我们在带 就是体验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是会边玩边学 然后小朋友就很开心 那但是我们有一次 遇到一个小朋友 他就说他一来就说他不吃蛤蟆 不吃蛤蟆 然后就来参加我们蛤蟆的游城 怎么有小孩不吃蛤蟆 对啊 每次问小朋友说 喜欢吃蛤蟆举手 每个人都就是举手 喜欢踊跃 蛤蟆多鲜甜啊 放两颗在汤里面 你那个汤完全提味 不能两颗 沒關係 那汤就整个提味 然后他用烤的 他隔着席脖子夯一下 都好吃的不得了 怎么会有人不吃 对啊 我们就很吓一跳 他想说那你来参加我们游城怎么办 你又不吃蛤蟆 那结果还好我们透过游戏 让他玩完之后 就对蛤蟆有一点点兴趣 好 所以中午的时候 他就吃了蛤蟆的那两根吸管 就是吸水管跟入水管 那两块肉很小 对不对 但他就是他人生中 第一次跟蛤蟆接吻 就是咬一口 哎哟 他就说好可怕 然后就也没吃到多少 就给妈妈吃了 对 所以他就只吃那样子 那到下午 我们去摸蛤蟆了 那小朋友遇到水就很开心 他开始摸摸摸摸 然后摸了很多蛤蟆 那我们通常上岸之后 大家很累 我们就会准备好 就是煮的蛤蟆给大家吃 但当然那个煮的蛤蟆 因为是要吐杀的才能煮 所以刚刚大家摸上来的蛤蟆 其实还没有办法煮 但小朋友很单纯就想说 他刚才摸的蛤蟆 是 那这个时候 他就说好 那我这么辛苦的摸这些蛤蟆 我就要把它吃掉 那他就吃他人生中第一口的蛤蟆 哇你看大家在讲词的时候 你透过这个图片 你就会看到 不管是蛤蟆或者是鱼 那在他们的教学课程里面 我发现有大人跟小孩 对 就是都是亲子一起 会亲子通常都会对这样活动 比较有兴趣 我跟海鲜就是鲜 它只要新鲜 你不会煮饭 但不会做菜就不够了 对啊 这是最新鲜的最好吃 你如果有 薑跟米酒 米酒 哦 那个海鲜 完全体会到 我们今天要不要拌一箱海鲜猪啊 真的 觉得需要的给我按赞刷一排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 海鲜主要是新鲜 就是非常非常好吃 所以这个就是 小金你在讲的 透过教育 让爸爸妈妈跟孩子们 一起来采与 后来那小朋友就吃蛤蟆了吗 他就吃了蛤蟆 然后吃完之后就说 怎么这么好吃 然后之后他就跟他妈妈说 那他可不可以买一包蛤蟆回家 跟他没有来的哥哥分享 可以可以 妈妈应该很开心 蛤蟆有非常非常丰富的 营养价值在里头 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要问蛤蟆 我只知道他很好吃 那我们其实除了蛤蟆之外 我们的教育 还有教育很多东西 我们是不是透过图片 让小金来告诉我们大家 我们的骨粪鱼香 还想要做一些什么 你觉得我们先看什么照片 可以先看我们有一个 渔民跟大家解说的一个照片 好来蛤蟆 找到渔民跟大家解说的照片 那广播的朋友没有看到 是这张吗 这张 好来看到这张照片 广播没有听到的朋友就告诉你 他们就是站在那个蚕蟆 鱼温旁边 鱼温旁边 大人小孩在讨论的样子 鱼温旁边看长那么多草 对 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除草剂 所以 所以他渔民的环境是很健康 那尤其 七谷这边的鱼温很漂亮 是 对那就是渔民他就会 现场他其实就是手上摸了一颗蛤蟆 起来给大家看 那那是养殖师般的 就是鱼温 他旁边有放 比较浅的地方会放蛤蟆 所以给大家看说 其实蛤蟆就在长在这里 OK好 那透过我们会透过这些活动 让渔民自己第一线 跟就是消费者说他怎么养的 是 那尤其七谷真的水长很好吃 是因为就是我们的养殖 是用纯海水去养殖的 所以他的口感啊风味都很棒 太好了 所以七谷的蛤蟆非常欢迎大家 可以常常来摸一摸 对 我有看到影片里面 小朋友拿起来一颗 然后专家告诉他们说 你不要看这样子 因为还蛮大颗 你一颗养两年耶 对啊 完全不完全 蛤蟆要吃这么久 嗯 比较大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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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六个月八个月可以 比较大颗的 对 好我们好多朋友 在我们的脸 脸书上面 给了我们一个回应 他刚给了我一个回应 我觉得很有趣 我们刚才说 有没有 人家回答有多好多 他说 真黄金 文雅多了 对 大家都听得懂 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那种 下次学起来 下次学起来 对对 真黄金嘛 可是我觉得 真黄金 这不是重点 各位 这不是重点 来 小金还要再跟我们讲的 还有什么 赶快让大家来认识一下 那还有我们 就是在体验活动 我们会设计很多 不同的教具 让大家玩 那像刚刚讲到 我们会分切施木鱼嘛 是 好但施木鱼的 分切的技巧 就是蛮困难的 对 那我们就透过这张教具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摆一只 只是假的施木鱼 但是我给你很多 不同的包课程 对 那你就要选择说 你要用尖用什么刀子 来去鱼鳞 然后去鱼肚 然后呢 要怎么样去剪鱼鳞 或是把鱼柳 用汤匙把它刮起来 这样 蛮有趣的吧 我只有一把刀耶 我不是说它要分 不同的刀工具 对 因为它们在专业的分切 鱼柳还要用汤匙 对 用尖用尖 它是施木鱼身上 要有两块没有鱼刺的部位 那又叫做鱼肺粒 对 那就用这个部位 然后 还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了 他们家餐桌上会有的 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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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肉鱼 你不错耶 慢慢学习 台南 我真的慢慢 台南的 真正是 风景米雷土的 黏人 好 然后所以在解剖的过程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 其实那个教学的过程就是让大人小孩都能够学习到这一条鱼其实是鞠躬尽脆了 对 所以我们会很强调说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善待这条鱼 其实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处理它 处理它 所以我们带大家到鱼温旁边 切开它 对 钓鱼起来 放下它 煮煮它 客吊它 对 就让它好好的被吃 然后煮得很美味 是 施木鱼其实是这几年来台湾 养殖上面琢磨了许多的力气 嗯 而且创造了一张很漂亮的成绩单 对 就是鱼货量 养殖的这个产量很好 嗯 供应的稳定度很高 对 所以大家的需求其实量也很大 所以接下来 我们的股份鱼箱也要从施木鱼把它规划成是你接下来要做的一个 一个宣导的重点 就你每一年 就笑人给他头脑 每一年就要想一个主题 然后跟大家分享 这也是你未来要做的事情 对 我们就是每一年会透过一种水产 然后把它做得非常深入 所以会透过课程 然后体验活动 我们让你来到产地去认识这颗鱼 那前两年在做的是文革 那我们今年开始推展施木鱼 所以有施木鱼的行程叫做鱼温里的餐桌 鱼温里的餐桌 对 你来参加你还感受到我们对你的鱼温 温度的温 鱼温也有 对 好来你继续说 那刚刚看到有一张照片是 那个有一个蓝色的小屋 然后跟这个一艘很漂亮的黄色的船 对 那那个就是我们的鱼温里的餐桌 的一个新的场域 那我们带来大家在这个鱼温里面钓施木鱼 大家骗到 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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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些掉掉了 我都会被阿嬷笑说我的台语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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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真的好喜欢讲的好可爱的台语 因为像我们真的讲不出你那个那个 很可爱 所以接下来小金可以用台语来为我们介绍吗 我现在 我现在听小金说台语的赶快给我刷一个赞 刷一整排 哦有位一整排耶 我刷的 脸书上的朋友赶快分享按赞 好了不要考倒你了 讲台语其实是要拉近大家彼此的距离 重点是想要把一件事情给他讲清楚说明白 但是愉悦的教育坦白说 由民间来发起 而且你们三个小女生来做这件事情 我就会想说这样政府可以去拍摄了 不然政府是在做什么 其实政府做的很多 政府其实也很支持也会协助也会有专案来让你们去去去去帮忙 所以你期待能够把这些东西怎么样去把它发扬光大 我们是其实期待是透过我们就是大家可以支持我们在做的这些体验的活动 然后或者是我们有会帮一些学校或是一些公司单位去做一些客制化的专案 那让大家可以怎么样去来了解 那像是我们的今年就有在出这一本 这是今年的会本 是年底现在还没有公开 所以是大家第一手看到 这是第一本啊 对这是样书 那我们之后会做成精装版的 害羞各位 今天这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以前都没有人看过我们今年的用心 那大家先看了没关系了 没关系 不怕你看就怕你不了解 这本书就是可以透过我们股份鱼香来购买是不是 对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业购买 那我们就粉丝专业在那里 粉丝专业请搜寻股份鱼香 股粉 股粉 股份 你的股份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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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餐桌上就是有这么多种鱼 小朋友其实到底认识的有几种 可能 就是一个阿公带着 他的孙女琪琪 认识施木鱼的一个过程 你说一次 姐姐看看你怎么讲这本书 好 各位行亲 各位小朋友 姐姐要跟你们说 这是什么鱼 施木鱼 对 好 不用全部讲 有一些要保留秘密 大概浏览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 因为琪琪呢 他其实是从外地来到阿公家 然后呢 阿公早上 大家吃早餐的时候 就发现 招牌怎么这样 爹上招牌好多 施木鱼 台南真的是这样子 对 没错 那所以阿公就带着琪琪 来到施木鱼的餐厅 吃一顿很丰盛的早餐 耶 吃这种 哦 这真正很饭 台南人很多人 早上会吃米 吃饭 他们觉得这样吃饭 对 然后所以呢 这个绘本的故事 就是在琪琪一趟 认识施木鱼的生产过程之旅 OK 然后所以他们带到了漂亮的鱼温 哇 范围很大呢 对 哇 它有很多的自然的资源跟生态在里头 对 这是七谷 还有我们台南很特别的地方 是我们像最近冬天就有黑面皮鹿会来 那其实这边鱼温的生态环境 就是跟鸟类一起共生共存的 大家住一个地方啦 地球只有一个啦 OK 好 那也介绍说 其实施木鱼 它要怎么点算 然后它要怎么样放进鱼温里面 你对我那是鱼苗 对 刚刚是鱼苗 OK 那这边要讲的很特别 是我们七谷的施木鱼 它还要溜滑梯 然后它是放鱼苗进去的时候 就是放寸鱼 它进到鱼温 那有没有发现 这边这个鱼温里面 只养施木鱼吗 还有什么让我看不 还有那个小小的那是什么 诶 虾子 对 草虾 哎呦 刚才我没有虾掉 要不然我就看不到那个 虾跟 啊 还有蛤蟆 蛤蟆 对 蛤蟆你看 它真的 它是站住的 你这样说它是算站住的 站在土里面 站在土里面 我们这边的施木鱼 今天想要分享 就是我们这间施木鱼是工作鱼 施木鱼是工作鱼 对 它是在做工作的 哦 OK 做什么工作 它在鱼温里面 因为蛤蟆是吃小型的藻类 那刚刚有讲到像海龙须菜啊 或者是丝藻 这种大型藻类 会把蛤蟆盖住 对 那施木鱼呢 就负责在文革词里面 吃丝藻 对 所以它的主要是拿来工作的 然后不是拿来吃的 所以它就会养到比较大只之后 再把它收成起来 这是另外一个食物链 对对对 它是一个混养的关系 你是我我是你 没错 那用这个公司就说 丁西冠会是 在头冠本机啊 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 下来的概念 对对对 好的 这个我不能全部讲给你听吗 不然就没有看了呢 好 这个是我们2020年要发行的 没错 现在各位初次见面 请多多指教 谢谢 跟你去讲 然后呢 这个可以在我们的股份余香 我需要连结吗 还是大家在网路上 我只要打股份余香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了 你现在看 字幕里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股份余香 共同创办人 林小静 共同创办人 我现在好像创办我们家而已而已 白红我都没有创办过 你这几岁 27岁 27岁哦 女儿 我如果要当你妈妈 你可以叫我妈妈 不会阿二姐这么 这么年 会讲话 这样讲就对了 人家也是都说我真漂亮 对不对 漂亮漂亮 腿穿两大腿 你听不懂 听不是很懂 不用明白了 装黄金就好 好 来 再来 别说今天来宾金 少年 是吗 27岁 人家我也曾经27岁 对吗 我现在是 10101017岁 多一点点 不要算 不要算哦 算准了我也不了理你 但我有点担心就是 毕竟你们是明显的团体 那你们的资金从哪里来呢 母亲 把你刺得三比八 姐姐看不下去 余明都会关心我说 不要 要吃多一点 不要被风吹走了 小金你起根这样你算 你可能余温你正在带大家参加游戏的时候 我们旗鼓的风都把你吹到旁边里 一个转头也不见了这样 你就变成那个电视台在播报台风的那个记者 风好大 风好大 我一直往后退 好吧 资金从哪里来 你希望怎么样养活你自己 七个七三 看得很不敢吗 那我们现在其实有把我们属于教育模式发展成 就是我们会透过跟学校还有渔会合作的一些专案做课程 那我们自己本身跟一般大众也在做体验游城的活动的贩售 是 对那另外一个很重要是我们今年 所以大家可以报名来参加你的体验 对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今年开始跟我们在地渔民合作 在做友善养殖的水产的贩售 是 对那希望大家就可以透过吃台湾 支持台湾友善养殖的一个水产品 然后纯海水的养殖的水产 是 然后也可以透过我们FB的社团 然后我们有经营一个粉丝专业跟社群 然后社团可以去买水产 粉丝专业的大名叫做 那我今天就只要记得一件事就把这四个字写对就好了 对 股份与香 好你知道我们现在候选人里面有鱼香吗 候选人里面有鱼香 总统候选人里面有鱼香 什么意思呢 简称啊 宋楚瑜跟鱼香 两个人就叫鱼香 哦哦哦哦你知道吗 知道了 哦有一组候选人就是叫鱼香 你叫他赞助一下搞不好他很乐意哦 哦那可能可以考虑 用他的名字耶 但是不是那个鱼不是那个香芹 大家写对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嗯 虎啊虎啊虎啊 虹穿的虹啊 虹穿的虹啊 好时间不是很够了 最后我们希望可以帮帮 帮呃一个创这么三个很有心创业的漂亮的女生 找到更多的资源 这是我们第一步可以帮忙协助的就是呃可以来购买 那我刚其实又给小我这人真的很鸡婆 我跟小金娘小金你不要只有卖一本一本 对两三百块是要买到当时代代有出团 你不要企业来认购一下 嗯 一百本 诶 虞乡进行来给我们认购一下 啊两百本 然后放在哪里 社区啦 里民大会堂啦 还是说我们的 学校啊 学校啦 对让小朋友可以就是呃 整班的阅读 对啊 或者是那个呃 小朋友的游戏空间啊 还是图书馆 嗯 啊 李荣苑也行啊 李荣苑哪放一本啊 妈妈在洗头 小孩就在看鱼啦 而且是广泛的当大家的可以来认识师母鱼 对 所以你怎么样把你的资金可以再扩展 是你接下来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给你时间你好好宣传一下你自己 你需要什么告诉大家 大家会给你按赞 哦好 啊谢谢大家就是支持我们股份语乡 希望大家 你现在开始被那个证件发表会啊 来加油加油 哎呦你给我快点来 来 哦希望呃就是我们在呃 FV上面会不断的宣传 就是台湾的养殖鱼业的一些呃一些小知识 然后还有我们跟渔民相处 他们会告诉我们很多就是员 鱼业特别有趣的地方 是对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也可以透过跟我们购买水产品来支持我们 那可以加入股份语乡的社团叫做股份语乡会员 嗯对那当然可以呃跟我们购买这些水产品 这样讲完了讲完我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哈哈 就是加入你们 对 帮我们按赞对 然后成为就是社团的会员 哦 现在少年人都这样啦 就是叫你先来看啦 啊你看了以后我里面就有细节 你就看懂了嘛 对 要汇款的汇款 要划播的要划播 要支持的要支持 要买鱼业产品的就买鱼业产品 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对对对 啊想跟你约会的呢 嗯那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体验行程 如果纠满16个人就可以 跟我们粉丝专业私讯报名 真的对或者是我们会 明年会公告我们明年的就是 有成的时间 如果是散客小报名就可以参加我们的网路报名团 也都很欢迎 你如果是散客你只有三个人 没关系我帮你组另外的12个人 对 那你可能就凑一个团了 嗯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骑鼓 然后来钓鱼摸蛤蟆 就有不同的文革行程跟四目鱼的行程 而且我们帮你组团之后 可能搞不好有那个来电五十 啊糟糕讲来电五十 可能老会儿都知道 就是为您搭起友谊的桥梁 哈哈哈哈 大哥哥大姐姐 小哥哥小姐姐 搞不好还可以彼此认识啊 对啊 我是说小朋友 对啊以前激情吃啦对不对 搞不好就有一群可以认识我们海洋文化 而且包括我们的养殖 包括我们的环境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生态一个很好的一堂教育课程 但是这个教育课程透过你们几个年轻的女孩 我觉得你们的那个游戏的课程一定会很有趣 我后面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那个影片再给大家看 再放连结连结给大家 我只剩下两分钟了 你等什么后面 你现在还没有连结 有没有你的朋友在线上的 叫他连结上来 没关系我会就好像说我回去再把YouTube的那个影片连结传给大家看 那好我回去 哎我回去你回去我就回去的 就我们直播结束我们就一起结束了 对 就是后续再把那个连结泼上来 其实你也不要等人家你自己就会了赶快按赞 我们就直接搜寻骨粪鱼香就可以找到了 嗯对 然后认识这个团队 那认识了师母鱼 之前的文革其实做得非常的好 影片我都觉得非常的有趣 那是今年的 这是今年的 这是什么鱼 这次我们要介绍的是三百鱼 对三百鱼 那一个语中心肠的心情想要问一下 你这三年来你觉得你最困难 在推广上面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嗯其实困难一直以来都很多 对 困难没有少过 对没有少过 对那就是 但是我们应该说我们非常非常幸运 就是在七股有很多的渔民跟艺术家 然后还有很多学校 很愿意支持我们帮助我们 对那所以有慢慢的在 就是不断的在进步 对对对 那是很愿意支持你帮助你啊 我可以帮助你什么 那可以加入我们的社团 跟我们共同我们的水餐 然后多多宣传我们 我今天已经到你做了很大的宣传 这是最大的帮忙了啊 对啊对啊 所以这样是对我们来说很大的帮助 所以每一位朋友 你就可以给我们最大的帮忙就是 有企业有公司行号 你们需要有一些像这样专案的课程 然后体验的课程 亲子的教学 对 有时候很多岁末年中的时候 比如说大企业里面 他们会办一些亲子共同的一些活动 就可以报名参加股份余乡啊 对那如果万一你没有办法到产地来 没有关系 我们也可以带着我们的教具教材绘本 到你的就是公司企业 或者是学校单位去做绘本的导读 然后让你认识 平常在吃的这个蛤蟆 很多小朋友喜欢吃蛤蟆 然后还有施木鱼 它的一个生产养殖的一个过程 是 所以其实不仅仅是等你来参与我们的游戏 我们也可以主动出击 你就是赶快查到的股份余乡 你就有机会可以认识小金 看到本人你会发现他本人更漂亮 谢谢你咯 谢谢阿姐 欢迎你有光常来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